取出一片吐司 然後剛剛調好的這個醬 可以拿來當吐司的抹醬 醬子其實就很好吃了 但是我要讓它更好吃 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加上一些 比如說 小黃瓜 如果你是吃素的 你就可以放上一些蔬菜水果 比如說小黃瓜 蘋果 如果想要吃一些蛋白質 你就可以加一些蛋 或者是肉片 鮪魚 都可以的 很簡單 比如說你想吃點肉 這時候也可以加上一點 就是 鮪魚 雞肉 等等的 都可以 然後我今天還有準備這個 起司片 你看營養多豐富 起司片都來了 來 給它加上去 天啊 太營養了 在家裡可以吃這麼好 你看 想加鮪魚就給它加上去啊 好 最後呢 再蓋上一片吐司 當然在蓋吐司之前 你還是要加上這個抹醬 這個抹醬才是重點 因為有加酵素粉 好 再給它蓋上去 這樣子吃就很好吃 但是我有一個可以讓它更好吃的東西 叫做熱壓吐司機 這個呢 就是我的 啦啦熊熱壓吐司機 網路就找得到 你只要找熱壓吐司機 很簡單 怎麼壓呢 打開之後 剛剛包好的這一個 吐司啊 就給它 放上去 像這樣子 放上去 就這麼簡單 不要懷疑 對 放上去之後呢 給它蓋起來 然後就去加熱 加熱多久 就看你喜歡吃多酥脆 因為它會把外皮烤好 OK 那我們就給它加熱囉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